哈喽哈喽我是打不了 训练关二头时很多人会忽略二头肌的上端和下端打到 今天教你如何打造我们二头肌的上端和下端 让我们的手臂看起来又粗又大 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杠铃抬肘玩具 抬肘玩具我们采用大重量训练 每组12个做5组 大重量训练身体晃动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要尽可能控制身体晃动幅度 训练时尽自己最大能力让手肘抬得更高 抬手目的是打造二头肌上端肌肉 这样的目的是让我们二头肌放松时没有塌陷的感觉 这个动作先做完五组再做下两个动作 因为下两个动作我安排的是复合组 这是我们第二个动作辨识钢铃玩具 这个动作注意我手肘的位置 做玩具时手肘一直位于身体体后 这个动作和下一个动作的目的是打造二头肌的下端肌肉 这样的目的是让二头肌收紧时疾风更明显 上个动作做完紧接着做这个动作 两个动作连接没有间歇 两个动作为一组 每组12个做四组 长时间这样训练我们的二头肌 会非常饱满和立体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